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教宗方济各10月13号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宣圣大典 五万名信友在场参加 兴盛人士英国纽曼舒基 意大利万尼尼修女 印度曼奇迪洋修女 巴西洛佩斯修女 以及瑞士在所奉献生活者贝斯女士 教宗表彰这五位新圣人说 他们走上了信德之路 战胜了严峻的考验 接着祈祷和照顾卑微者奉献自己 一生寻求耶稣基督 当天教宗以耶稣治好赖病人的奇迹 指出信德道路上的三段行程 呼求行走和感恩 赖病人在耶稣的时代受到社会排斥 因此他们站在远处高声的呼喊 希望引起耶稣的注意 获得医治 教宗说 如同赖病人 我们众人也需要得到痊愈 恢复对自己对生活和对未来的信心 从许多恐惧和对赌博 金钱 电视 手机和别人的判断 依恢恢复 此外 以谦卑和具体的爱 并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忍耐 在信德的道路上往前行走 这是与他人一起行走的旅程 走出舒适 离开安全港和安乐窝 奇迹就会发生 教宗邀请圣职人员 关心那些停止行走和迷失道路的人 成为他们的守护人 福音中只有一个赖病人回来感谢耶稣 这项决定使他获得救恩 教宗强调 信德旅程的顶峰是活出感恩 感恩不是礼貌和教养的问题 而是信德的问题 感谢是最简单和最有益的话语 教宗再次提到五位新圣人 表明他们透过爱 在世界存在的边缘地区行走 是世界黑暗中柔和的光 10月13号被册封五位新圣人分别是 曾经在英国圣公会担任牧师的 若望亨利·纽曼舒基 专心照顾重症病人和临终者的 意大利洛瑟比纳万尼尼修女 印度的曼奇迪洋修女 和曾经被提名1988年 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 巴西杜斯·洛佩斯庞特斯修女 以及瑞士的在俗奉献生活者 马加利塔·贝斯女士 尤其在纽曼舒基宣圣大典前夕 英国查尔斯王子撰文 赞许纽曼舒基是 19世纪极其伟大的神学家 并指出 纽曼升为圣公会的信徒 带领教会返回天主教的根基 为日后的大公运动对话铺路 纽曼舒基1801年生于伦敦 年轻的时候被著胜为圣公会的职士 后来经过反省和祈祷 认识到罗马教会 是耶稣基督殉祷的真正守护者 于是跪一天主教 神学毕业之后 进夺成为神父 1847年 纽曼在英国创立了 圣菲利伯内利斯多祈祷会 梁十三世教宗 于1879年 着生他为书基 认可他在成圣的道路上 对唯一真理无止境地寻求 纽曼书基于1890年8月11号 在伯明翰去世 2010年9月19号宣布为真福 2019年的10月13号 被宣认为圣人 教宗方几个2017年11月1号 诸圣节 带领教友诵念三中经时表明 圣人不是完美的典范 而是经验过天主的人 谁与耶稣同在 他就是有福的人 幸福的人 教宗解释说 幸福不在于拥有什么 或成为怎样的人 不是的 真正的幸福是与上主同在 为爱而活 幸福生活的材料 是真福八端 指仗人 职仿和谦卑的人 是有福的 他们给天主腾出空间 懂得为他人和自己的过错哭泣 他们温良 即可勿意 怜悯众人 内心洁净 缔造和平 常常喜乐 无怨无悔 即使受苦 也以善报恶 教宗强调 政府巴端不要求我们 做出轰动的举止 他们不是为超人的 而是为每天经受考验和辛劳的人 为我们的 圣人也是如此 他们如同众人那样 呼吸世界上被恶污染的空气 但他们在旅途中 从不离开耶稣所指定的道路 把真福巴端 作为基督徒生活的线路图 那些已经抵达这目标的圣人 他们不只是詹里丹上的圣人 也是我们隔壁的许多弟兄姐妹 我们也许见过并且认识他们 还有目前正在天上 为我们祈祷的以王亲友 他们默默无闻 实际上却协助天主推进世界 这些圣人是神平的人 我们效法的榜样 教宗说 神平的人活着 不是为了成就 权利和金钱 他们晓得那位自己 后继财产的人 在天主前不会致富 他们相信圣主 才是生命的宝藏 爱尽人 才是获取这宝藏的 唯一真正全员 有时候 我们应缺少某些东西而不悦 或担心我们能否如愿以偿 被人看中 然而我们应谨记 我们的真幸福并不在于此 而在于上主和爱 唯独与上主同在 唯独去爱 才是有福的人 听教宗说话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